嗨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聊一款神奇的软件 电报 英文名叫telegram 现在每个月有4亿人在使用这款软件 虽然不如微信的多 但相比微信电报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你在这里说话不用担心碰到什么敏感词 一不小心耗没了 大量的用户在这里分享的资源 也不会被随意和谐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看电报的用法 以及如何在电报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资源 这期视频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会介绍电报的注册方法 以及添加中文语言包的方式 第二部分我会介绍如何找到电报里各种类型的兴趣群 资源群 有了这些群之后 你不但可以下载到各种电影 壁纸 音乐 学习资料 还能和大家互砍 毕竟电报是一个聊天软件 对吧 第三部分呢 我看到很多人都遇到过电脑登陆不了电报的问题 所以我也会分享一下我的解决办法 希望对大家有用 第四部分呢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组还挺漂亮的电报主题 所以在这里也会顺便分享出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一部分 在注册电报之前 你可能需要先挂上vpn 打开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电报登录页面 然后输入自己的手机号即可 步骤上其实很简单 只是它这个手机键码有点慢 我有时需要等待差不多一分钟才能收到 当然你直接用电报的手机app也能注册 我这里为了方便就用网页版的演示 安装中文语言包的话 貌似需要在手机段操作 在电报的搜索框里输入rfzh下横到cn 可以看到一个名为telegram电报简体中文的频道 电报里的频道类似于微信里的订阅号 进入这个频道之后有一个点击链接更改语言的提示 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下就能把电报up的语言修改为中文了 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添加电报里的群 频道和机器人 这三个东西都可以通过链接来添加 网络上有人做了一个汇总页面 这个页面里有各种类型的群 频道和机器人 比如软件相关的 播客相关的 新闻相关的 电影 音乐相关的等等 你对哪个感兴趣 直接点击链接添加即可 比如我添加了这个4k影视屋 就是分享电影的 谷歌拽务支援群 就是分享各种支援的 iOSRED是一个分享iOS版本更新的机器人 一旦苹果发布了新的iOS版本 他就会通知我 很方便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电脑端登录不了电报的问题 如果你挂了VPN 依然没法在电脑端登录电报的话呢 那么可以到设置代理里 配置一下代理参数 我平常用的代理参数有两个 你可以参考配置一下 无法登录的时候 可以开启代理试一试 最后呢就分享一下telegram的主题 这些主题是telegram主题竞赛活动的获奖作品 大概有几十个 链接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用浏览器访问这个链接 然后在telegramapp里打开就可以查看安装这些主题了 个人感觉这些主题会比telegram主题好看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telegram的问题可以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用 也欢迎给我点个赞